放弃生意 他全职未环保 这条河二十几年没有水了 地面最烈的就是 我的大胳膊不能塞进去 追随环保前辈的脚步 他徒步考察辽河水环境 有机会当面见到了梁崇叶先生 真的是影响了我后半生的人 不求任何回报 是为了这个环境 咱们所有的人生活的家园 去做贡献的人 大家好 我叫茜亚超 我有一个自然名叫杨光 我呢是一个生活在盘紧的铁岭人 出生在铁岭农村 我小时候吧就有一个梦想 老想为我们村庄修一条路 或者是建一家养老院 后来慢慢的慢慢的 好像就有点淡忘了 随着求学在外 随着我成家立业 包括后来做生意 在1998年的时候 我的女儿出生了 我的孩子也挺有意思的 她从小就特别有这种 原来我不知道那叫环保情怀 现在知道是 小的时候我女儿带她上哪去 她就愿意解烟头收集 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拿一瓶水 那个时候不是统一饮水 然后把这些瓶瓶罐罐收起来 卖钱资助给龙亚儿童 30岁之前 钱亚超是一家日用品的总代理 自从遇到盘锦当地的环保名人 刘德天之后 他成为了一名全职志愿者 放弃了所有生意 一干就是十多年 做这个行业放弃了很多 他以前是做生意的 收入急速下降 像我们一批人在他身边 我们一起莫爬滚打这么多年 他傻 就是为了心里头 那么一丁丁点的一点点美好 钻这个牛角件 就怕认真的人了 就在这一小时上做十几年 能够把自己的一切 都投入到这个工艺活动上来 我觉得很高尚 而且他作为一个女同志 自己带一个小孩 而且还是在盘锦里 他所谓一地塌下 自己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 我老婆婆也说过 别人问我你儿媳妇现在干啥呢 他都抱一直说呀 说我儿媳妇成天赶紧捡垃圾去 你不为你自己想 你境界高尚 你不也不为孩子想吗 孩子以后学习干啥 不都得需要钱吗 家里不也需要钱吗 就是给我也挺大的压力 包括邻居有的也说 说谁也啥也不想图 这哪有可能呢 这世界上这样的人就不相信 钱亚超的工艺梦 是从家乡的这条河流开始的 他对辽河水有着很深的感情 几次与工艺小伙伴徒步跋涉 追溯辽河水的源头 河流污染的问题 令他触目惊心 这就是我们找的根了 那柳河到这就没了 就结束了 整个柳河的河道都是最宽的 而且比辽河还宽 但是没有水 水都在底下 沙的底下 但是在下游 下游 他那个桥呢 什么呢 被沙的给堵上了 往几分两边就可怀 这两边全出来了 这两边全出来了 当我们做辽河溯源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辽河源头 没有水了 那时候那种感觉 我就是不自觉的 我的情绪就崩溃嘛 就很难受 会哭 心会很疼 特别的难受 我们2017年10月份去溯源的时候 看到西辽河 这老哈河源头没有水 看到马郎河这个 都可以被称为叫辽河 故道了 当我们向村民打听这条河 到底在哪里的时候 找不到啊 村民告诉我们 我们脚下踩的就是这个河道 而牧民正在 正在这个河道上面去放羊 为了提升公众的生态道德素养 秦亚超决定从青少年抓起 他定期到鹤乡小学开展河流教育课堂活动 有一种说法 也管辽河 叫中华民族的 想一想 妈妈的妈妈 爸爸的妈妈 叫什么河 比较贴切 姥姥河 姥姥河也对 还有你有不同观点 叫什么河 哎呦 你的知识太渊博了 哎 的确啊 辽河又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祖母河 西辽河有多宽呢 看到我们地下这个砖吗 地砖 大家都看一下啊 有三块砖那么宽 就像我们一个个子稍微高的人 躺在地下那么宽 这就是我们源头上水啊 而且是我们正源过来的水 大家说可怜不 这个情况危急不 比如说洗澡的时候 哎 你该冲的时候冲 那不需要的时候 我正在洗头 我正在打沫浴露的时候 是不是要给它关掉 看到这样往这个河道里边 扔这种生活垃圾 或者是那种企业里的垃圾 或者还有有毒有害的医院的医疗垃圾等等 我们要不要上去去制止 要 当你不能制止的时候 教大家一个窍门 这几个字 我希望大家记住啊 有一个电话号码 叫12369 全国通用的环保热线 当我们小朋友自己不能制止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可以拨打这个环保热线 告诉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叔叔和阿姨 让他们协助去助力 贤亚超组织小学生们做游戏 模拟河道流水 让他们体会河水是怎么流失的 真棒啊 这就我们的两种大众的护水小能手啊 大家把这个护水的能力要持续下去 有的水珠粘在中心里边了 观察特别仔细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那个水的河道上 已经自然而然的 沾了一部分水珠 土地的浅润自然而然的要消耗到一部分水 会不会 马桶出水的时候很浪费 然后就是刷碗的时候 加上刷碗的时候也是很浪费 因为在孩子们生活的周围吧 其实接触到这方面知识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那么有这样的一位老师 而且有着他的亲身经历 能够来到孩子们的身边 每一次机会我们都觉得非常珍惜 每一次这个活动过后的话 我也会让他们写一些感受啊 像我们这些都有这个水卡什么的 他们在去接水的时候 就是水卡放到那上面以后的话 在脱离之前 有的时候之前肯定会不小心水漫出来了 还怎么样的 现在他们就非常小心了 还有包括扳机里边 就是你看有水桶啊 也头抹布什么的 他们都非常注意 老师这个水我要下次再怎么利用 必须得小心一点 不然就会浪费很多水 比如刚才这个水杯 这个水水都可能漏 然后都是自己带着杯子是吧 是的 不可以利用那些一次性的杯子 所以其实一个一次性的杯子会卡很多数 喝多少接多少 喝不了的呢就 喝不了的话就带回家喝 不会轻易倒掉了是吧 杨文老师也有个小问题 想请教你们俩 觉得什么样的方式 咱们通过这种课堂或者是沟通 让大家更容易接受起来 我觉得杨文老师你应该在课堂上面 多设置一些小视频 就比如说这一次我们讲的是 关于是爱问亲和的 你可以就是设置两个小视频 一个小视频是关于看 有一些工人他把不好看 就是把不卫生的东西给倒进来聊和 然后另一个视频呢 是很多小学生在做工艺活动 然后是在清理清理聊和中 就是不卫生的那种垃圾 如果在设计点上 那个今天的这个南非北调的这种游戏 就是能让我们更容易懂 就是在玩中去感受这个知识 咱们下一两个是不是讲垃圾分类来的 讲垃圾分类有两个难点 我考考你俩现在还会不会啊 有一个是咱们吃这个东北人 是酸菜锅大骨头 大骨棒 那个叫什么垃圾来的 其他垃圾 哦 其他垃圾 那但是这个呢 那我有疑问了 为什么不是说是厨房垃圾 厨域垃圾啊 因为骨头不容易腐烂 就发现一些关在 就那个尸体什么肉都没有了 就就只剩下骨头了 所以由此可见就是骨头还是不容易腐烂的 哦 对 厨域垃圾有个很重要的标志 它就容易腐败 然后通过堆肥的方式能够重新回到田地里面 盘井是辽河的入海口 辽河下游的水量还算丰富 这让钱亚超感到欣慰 为了让这样的美好景色能永久保持 他时常在河边观察水质 向附近居民打听河里的余量变化 及时发现污染问题 防止水环境恶化 小的时候呢 就是生活在辽河岸边 这里是辽河的入海口 所以对河流 我一直觉得我跟它的缘分不浅 我自己本身也特别爱这条河流 我觉得保护河流是每个人的责任 觉得这几年对辽河的逐渐的关注 我又发现在这个整个流域是发生了一些问题的 就是我们的河水 从直观上来讲 肯定没有咱们小时候那样清澈了 水量上没有以前那么丰沛了 就是中国的七大江河里边只有辽河 它对咱们辽宁人 以至于对辽宁上游的 比如说河北啊 内蒙啊 吉林的人 生活和生产 它的重要性简直太大了 所以这每个人生活在这个流域里的人 我们受辽河的恩责 那我们也要反补这个辽河 因为河流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 那我要少用一次性的纸巾 我少用这种对地球造成负担的这种过度包装啊 过度消费的东西 那也是对河流的一种贡献 因为整个环境系统它是一个圆 同样是洗衣服 咱们选择洗衣粉或者是洗衣液也好 有含磷的 有不含磷的 你就稍微多看一眼 说明树上那种不含磷的 它对我们河水的这种污染就小 那我们就选择这样的品牌去使用 这个也是保护河流你做的贡献 钱亚超在考察中认识了一位用古法种植水稻的人 因为对土地怀有极高的敬意 它在水稻种植中也极好的保护了河流 土地域没有化肥 没有化肥的话 意味着我们的化肥当中不进入那个那个下水稻 不进入河流就不进入海洋和河流 对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既保证了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也是对咱们土壤对水地下水的一种保护 从事有机生态农业的文风 为了让更多人吃上健康安全的大米 先养地再种植 不用农药化肥 该用有机肥以及人工除草 整个水稻的种植过程 没有一滴水会去破坏自然环境 刚开始是很自私的一种做法 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以前母亲 给我们做的饭那种香味 和没打农药那种粮食 如果水稻当中所谓得病的原因在哪呢 就是它给你摧肥了 我就是用了这个有机肥和解杆还田的模式当中 让这个所有东西当中让它充分地吸收到土壤里头 所以它没有任何废水也没有任何农药 只有在我的土地当中能看到上千只的白鹿在这里摘着 为什么白鹿这种东西当中对整个生态环境要求是最严格的 生不生态鸟知道 就是白鹿知道 为什么 它为什么就这块地和这块地就差这么近 它就不在这 却在这待着呢 农民肯定是为了要提高销量 那提高销量势必呢就会用到很多的农药和化肥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里曾经做过一支活动 就要为土地清毒 我们单单是捡到的这种农药和化肥的包装的残留物呢 大概就有七八十种 通过土壤它慢慢也会涉入到地下水当中 而这一块地呢就是完全不用农药和化肥 会用一些生物的有机肥 这样的话其实对这个土地本身 包括对土地下面的水 它就是一种保护 钱亚超希望这种自然农耕文化能够推广开来 人们不仅可以吃得更健康 而且还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它是晶莹透亮 粘性 糯性 弹性 我们有回味 这个大家可能就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了 现在也不用搭铁锅做饭 像我从小生活在农村 这个是比较有回忆的 现在咱们要是即使用这种做法 咱原来这大米也没有这样的口感 确实能吃到小时候的这种回忆和味道 为梦想坚爽 为老板 还是对现实妥协 给自己一桶炸鸡的时间 就会遇见你的圣诞快乐 39元吃过瘾炸鸡桶 和我一起加入肯德基圣诞季 他运作生态文明的播种者 培养在保护意识 比如说怎么节水 怎么节电 旧物的重复利用 一点一滴 身体力行 他相信种子的力量 跟爸爸妈妈讲这些故事 让爸爸妈妈 不像以前那么不重视这些 你孩子给家里立个表 给父母大分 当时说的时候 就非常的激动 这个就是我们的改变 作为环保主义者 钱亚超不遗余力地 走进社区 走进学校 推广绿色小手卷活动 手卷是文明的一个小小标志 少用纸巾 保护树木 同时也减少了 对水资源的污染 手卷啊 很长时间以来 都几乎退出了我们的视野 包括我们去超市买 去商场买都买不到 因为好多人都不用了 觉得它不方便 没有一次性的纸巾 那样抽用方便 但是你想 在方便的同时 我们这个纸巾用完了 是不是随手一扔 它变成了什么 半支垃圾 给环境照没照成负担 但是假如说我们换一种生活方式 减少纸巾 纸巾是从什么原料来的呀 树木 树木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啊 环保 可不可以保护我们的河流啊 可以 河流对我们这么重要 只是一个小动作 让手件回到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就坚决地保护了我们的河流 前亚超的环保办公室 是由爱心企业赞助的 它的工艺组织成立七年间 辗转搬过很多次家 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你看今年的旧的工艺组 我的朋友圈 照去年来说就差了很多 热情减少 你就对这个工艺人的这种 对 信任是吧 对 就包括各大媒体 你就看到这个密兔这个事 整个现在下来以后 他信任减少了 所以他的资助也少 这是一个钱 第二就是说 人 咱们现在盘景这个地方 学生太少了 咱们国家在改啊 也在改 习总说的吗 习总说的 让工艺人活得有资源 国家的风气也有 在2012年的时候 到2014年期间 我是一个特别严重的 抑郁症的患者 我在路上如果看到 一颗麻木虫 一片落叶 我都觉得他们比我有价值 家庭也有变工 也有家庭的原因 也有呢 自己收入上的原因 导致的生活 生活的这种缺乏安全感也有 还有一方面来自于工作 因为做环保 你要涉及到有一些污染的话题 可能就会触犯到一定的利益极端 溯源的时候嘛 尤其往疗河上走 那路程长啊 需要的经费就比较多 那经费我们又非常有限 是我们就是买点随时吃的东西 住呢我们也不住店 住店也就调那种最便宜的 一些十块二十块的 我们大多数的情况 要是赶上夏天拿去 我们就住在车里边 对付一宿就对付过去了 一个治安者 我做不了太大事 我就能做影响身边 甚至我一年坐下来 可能影响的人数都是个位数 那就值了 松鼠会对自然树木的更新 或耐火起到作用 原来海洋里有那么多垃圾 我说那你闺女讲了这个以后 她说我闺女说以后 少用塑料瓶啊 要带水壶啊 这不就是一个动力 这就是它的魅力 能影响别人 同时你发现周边人的改变的时候 这种是一种享受甚至 为了保护家乡母亲盒 钱亚超定期召集志愿者 进行疗河垃圾清扫行动 每一次清扫的垃圾 都是满满的一大袋子 我们现在是六袋垃圾 小朋友刚才捡没捡垃圾 捡啊 你看垃圾多不多 多 有没有盐盒 有 有没有那种快馋的盒子 那些装饭的盒子 那就是外卖的盒子 用这捡的 用这个捡的呀 你真棒 这么小 你就知道保护环境 你几岁呀小朋友 三道飞 塑料了 还有那个矿泉水瓶的 夏天赶过去吗 大伙 吃烧烤 挺惬意一个事 跟河边小风一吹挺舒服 往上她走了 把瓶子冷这了 在享受大自然 给我们的福利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呢 要回馈一下 你不能给环境造成负担 这母亲盒是咱妈 咱俩能给妈添麻烦呢 其实我是做这个办公室工作的 当我没走出办公室之前 在我的印象里 我们的这个环境 还是特别美好的 当然在我走出办公室 然后随着这次活动一起 河边的这个污染 是我难以想象到的 身体力行的 在每次出游 或者是出碗的这个环节 也要把随身的垃圾 给带走 钱亚超说 环境保护的工作既容易得罪人 也不容易看到效果 但只有一点一滴的努力 才能一点点看到转变的效果 唤醒更多人 做好身边的小事 就是每个人都有使命感吧 我会随着这条河流 很健康的河流 我就会特别的欣喜 会特别的高兴 遇到那种河流断流的情况 遇到黑臭血体的情况 我也会去哭 我也会跪在河边 祈求我们的祖母河 健康和年轻下去 让它永远远地来 滋养我们两岸的人民 小的时候看过很多 关于环境保护的纪录片 然后所以对那个时候 很晓得自己有很深的一个影响 当然不自觉看到那些垃圾 会想捡起来 因为很怕自己生活的环境 会像纪录片一样 会变得很糟 我手里这个肥料 就是一会儿 我准备给花椒的养分 是用厨余兑肥之后 这个是发酵成的酵素 然后牺牲一些辈之后 就能变成特别好的有机肥料 日常这些花椒草草的 都是靠这个肥料提供养分 这个就是举手之劳 然后变费为保 为了进一步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 国家号召全面推行 河掌制 钱亚超的民间公益组织 也在配合盘锦市政府 开展了推选民间小河掌活动 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条河流 都有人去保护 那除了民间河掌之外 我觉得环境保护 应该从咱们娃娃抓起 也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成为环境保护的接班人和传承者 所以我们发起了这个民间小河掌的活动 大家觉得钓鱼应不应该 在何边 不应该 不应该钓鱼 那多好 我都有趣 优贤自在的 还有鱼吃 主要是什么 蛋白质 那一共鱼饵菜多大 能有多大污染呢 一个是多 一个是日节 月累 对不对 河边种菜好不好 那打水很方便 交园子啥的 就是 对 你看礼伯一 就这真的是参加活动 就会懂得多 定期的来巡河 互河 讲到呢 不要在河边这种 钓鱼啊 就是稳禁行为 你看啊 这不渔网吗 这地下这块 这不全是渔林呢 就能看着这平时 这就是捕鱼的现场 可能从网上摘鱼 那钓鱼的人 跟这块 呃 烟头 这是烟头 你看到没 这不烟头吗 这是烟河 美名被推举的 民间小河长 带着自己的塑料瓶取样 用试纸 试管等工具 亲手检测 河边水质 记录潦河水的 污染状况 他们那种 珍惜河流的 认真态度 让钱亚超 看到了 守卫河流的希望 水的颜色有点浑浑 水面上有干死的鱼 在很小里的时候 不懂事把一些垃圾扔进去 应该好好去保护 在母亲河方面 练一道标志牌 上面写着保护母亲河 人人有责 有所能力之后 能够帮助妈妈 想要跟她一起拍 关于环境的纪录片 我们没有办法 控制住这些污染的产生 但是我们能改变我们自己 青少年 她在从小 树立生态道德 树养这一块的话 对她将来 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 其实是有很大的 决定作用的 因为河流保护也好 整个环保也好 她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小甲和松鼠 都是成朋友了吗 我闻着深味了 大山吗 银和山在一起 银就成鲜了 同学们好 要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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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